共享单车这边的情况如何了 商力颇为骄傲道 虽然十三林走前摆了我们一道 不过那也只是他垂死挣扎 恶心咱们罢了 目前全大厦的共享单车市场 我们已经占据了92%的份额 做到了绝对垄断 押金也从之前的199元 涨到了现在的399元 单车的成本我也在不断往下压 目前专业机构给出咱们小蓝车公司的估值 已经有2万亿了 如果全世界共享单车市场 都能跟大厦这样被我们垄断 公司做到十几万的市值都绝对不是问题 看到了吗 几千亿的前期投入 能换来十几万亿的居然汇报 这就是互联网项目的魅力 可笑你们前期还畏畏缩缩的 不敢投钱 还怕再亏钱 一众心腹喜笑颜开的连连点头秤试 爷爷 电商那边如何了 一提到这件事 商营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 他长叹一口气 摇了摇头 情况不太好吗 何止是不太好 简直就是半只脚踏进棺材里了 开始十分钟的时候 乐涛只卖了一百万 你猜淘宝卖了多少 十 不 二十亿 一百亿 一 一百亿 爷爷 你没搞错吧 十分钟就卖了一百亿 是咱的一零零零零倍 是二十七秒破了一百亿 十分钟的数据我不知道 也根本不想知道了 恐怕二十四小时 淘宝五一大猝破一千亿成交额 都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哎 二十七秒破一百亿的成交额 那全天下来 得拉自己这边多少倍 一零零零零零倍 二零零零零倍 甚至有可能是五零零零零倍 十三的这个淘宝 晚二十四小时 居然就能有一千亿的成交量 淘宝 简直就是个吸金利器有木有 十三太可怕了 哼 再厉害 还不是被我从身上狠狠地咬掉了一块肉吗 丽安 还有你们 立刻给我切断跟乐涛的一切联系 想办法把乐涛一切失败的黑锅 都推到贝索斯身上 从今天起 我们无省商盟只提供帮助 绝不承担任何责任 咱们专心做共享单车 这个铁定能赚钱的项目 爷爷 贝索斯现在还在想办法 而且之前基金会那边也说 只要乐涛能维持用户数量和收支平衡 苟住发育 长期能拖住淘宝就算是胜利了 难道连这点要求贝索斯都做不到 他这个世界电商第一人 差十三能差那么多吗 电商第一人 吃到时代红利 成为了站在风口上的猪霸了 如果让十三跟贝索斯生在同一时代 他将被十三碾压的毛都不剩一根 如果说电商领域中的贝索斯 是一座威厄的高山 那十三就是高高悬挂在清空之上的猎羊 他连仰望十三的资格都没有 一万个贝索斯都抵不上十三的一根毛 怎么可能差距这么大 爷爷你绝对是太高孤沉 就在此时 一条TT弹窗消息从手机上弹了出来 打断了商力的话 淘宝五一大促正式突破一千亿销售额 商力有些精神恍惚 显然是受了很大的刺激 默默地留了一句 我去找人做跟恶涛切割责任的事 另一边 马浮豹几乎是用尖叫的声音 惊喜到 一千亿了 我们的成交量 破一千亿了 创造记录了 哈哈 我们创造新的记录 整个淘宝 乃至整个子愿大厦都沸腾了 Boss 汇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我们目前的销售额已经突破 一千零二十一亿元了 真的破一千零二十一亿了 真的 您搞的那个什么微博明星好物推荐活动 还有各种排行榜征榜活动 都引发了用户的下单热情 订单量暴涨 我们这边已经有情提示新下单的用户 大促期间的配送时间可能会很长 但是依旧没能阻挡用户的下单热情 是啊 我们根本没想到能有这么高的销售量 顺风 还有咱们入股的那几大家快递公司 把全部的运力都腾出来 也完全满足不了订单需求 所以有相当一批的订单 要由各大企业自行处理 全国快递行业肯定要瘫痪几天了 没关系 无省商榜那边不是还有几家快递公司吗 可以给他们一些订单 让他们帮忙送 他们应该会拒绝吧 这也太侮辱人了吧 如果他们敢拒绝 我直接投诉到邮政总部那边去 就说他们无故拒绝委托 要求取缔他们的营业牌照 Doss 你赢了这场电商大战也就罢了 居然还让对手帮你运货 这是杀人还要诛心啊 杀人诛心 再过一阵子 他们连想被杀人诛心的机会都没了 我这边已经悄悄挖了他们很多中层骨干了 这些人埋伏在对方的公司里 将他们原本的基层人员挖得差不多了 之前一直都很低调 这些基层人员也都在随时听后号令 这一次 我就准备让他们全部从原来的公司抽身出来 摇身一变 成为我们顺风快递的员工 接下来 我将在各大城市部署成熟的自动分检基地 逐步利用机器 大数据和智能化工具来提高物流效率 陈总 我敢保证 物流公司单独IPO上市的话 市值不会低于一万亿 此时 马夫报插嘴道 陈总 我们阿里内部的高管商量了下 觉得这种大促销的活动 最好是跟双十一一样 每年都搞 好 那就把以后每年的劳动节 定位淘宝的网购狂欢节吧 以后一年两次大促销 五一一次 双十一一次 规模和影响力也要越做越大 把它做成一个节日一样的东西 就如同西方的黑色星期五购物日一样 这样全年两次的综合大促销 能保持淘宝在大厦消费者面前的最大曝光度 此外 其他日子在搞什么手机网购节 游戏大卖节等其他垂直领域的促销活动 马福报 蔡从心和刘强东等阿黎高管们 纷纷敬佩地看着十三 老板这脑子是咋长的 人家咋就这么聪明呢 拿来吧 什么 两个盘口 我都压中了 两千亿 赶紧地给钱 Boss 我 我穷 没那么多钱 打欠条行吗 没钱啊 那行 还剩四个多小时 我要求你把接下来四个多小时的 所有利润通通压缩到零 完全让利给用户 我要把五一大促的销售额 冲击到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 没问题 经过整整24小时的大促销 淘宝的最终单日销售额终于出炉了 是多少 Boss 你猜猜有多少 老马 赶紧地 别卖关子了 我们好几个公司还等着你的数据驱逐宣发呢 大家听好了 淘宝五一大促 14小时的单日销售额是 1890亿 同一时间 一条只有短短一行字的新闻 直接震撼全世界 淘宝王五一大促首日销售额 1890亿 大夏 在十三的友谊推动下 网购行业已经做到了世界第一 遥遥领先 甩第二名霸国不知道多少倍 在淘宝王欢庆胜利 全网 乃至全世界都在讨论的时候 乐涛的贝索斯无比沮丧 刚刚过去的24个小时里 乐涛网的总销售额 一共只有可怜的900万 在这900万的背后 是总投入已经超过1200亿 这简直失败到了极点 全世界都在唱衰他 嘲笑他 最让他感觉到绝望的是 他现在完全不知道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这时 恰好商营来了 商营你来得正好 这次的电商大战你得 先听我说吧 我已经比基金会打过报告了 电商这边你全权负责 我则彻底割席 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共享单车领域去 咱们以后各自负责各自的领域 不要再参合一块了 你他妈什么意思 败了你就割席 把全部责任推给我是吗 凭什么要我全权负责 这次电商大战的失败 你他妈最少要负一半责任 损失你也得承担一半 贝索斯先生 你搞清楚点 从始至终我一直都是在辅助你 并没有做任何的决定 公司所有的决定都是经过你的点头 我只是负责执行 这一点基金会全都知道 我也是无惧系的全都汇报上去了 我来只是通知你一声 并不是跟你分谁对谁错的 好了 共享单车那边还有很多事 我先回去了 你要觉得委屈 你可以去跟基金会打报告 看看基金会会让谁负责 可恶的大吓人 可恶啊 该怎么办才好呢 好